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创业军司》 我们今天《创业军司》邀请来的两位嘉宾 不单只是企业家 Fenix 还是两位世界冠军 是的 还每人拥有一件 分别在单车界上 我们讲最高的所名彩虹战衣 有黄金宝、郭浩亭、Marvel 两位你们好 Hello 两位世界冠军你们好 是的 今天找他们来说 创业非常之好是为什么呢 一来可以和他们谈谈 香港现在的运动业界 尤其是单车的发展 以及如何用运动员的精神 放在创业的路途上 是的 经常都说运动是产业化 那单车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产业化的呢 是的 产业化和城市化 所以今天找两位来谈谈 先说一下 其实你们两位都真的适于微视了 由做运动员一起训练 到现在 形容一下大家的关系 其实我认识郭浩亭 其实我应该那时候已经是港队里面了 因为郭浩亭那时候应该是中学阶段 已经开始做培训 有时候我们在成人队里面听到 哇 有些子弟很厉害 放学回来怎样做 听到很多信息 到了他真的决定了成全职运动员 就有幸跟他一起训练 因为我跟他的类型都很相似 身材 能力上 踩个项目都很相似 最后我就跟他一段时间 拼在一间房间 当然我跟他的关系 当然是师兄弟 但我永远都会觉得 我年纪比他大 又比他早 可能我的经历都很多 我常常都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有责任或者义务 跟他们去聊天 一起去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他不找我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没什么事 Marco呢 我想我识于微识 我小时候大概13岁左右 我就加入单车队那里训练 那时候练了一段时间 已经会知道我们的偶像 阿宝就是 因为最快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师兄 那时候我还在学 但是知道阿宝就在 我们叫做大队 就是全职队里面 那我们常常都看见阿宝 很希望会见到他 或者见到他出去比赛 有一次其实比较近一些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龙江深圳那里 他比赛一个全国运动会的比赛 那我们整班比较小的队员 就走上去看他比赛 有机会见到偶像 很兴奋很开心 那去到后期 刚才阿宝所说 就是我慢慢就转去 读完书 就去全职训练 就变成了有机会跟阿宝 一起在那个环境那里 训练和出去比赛 那我自己形容阿宝 就好像金日娜所说的 创业军司 那阿宝就是当日 我在赛场上的军司 那他其实 在比赛之前 或者在比赛的时候 他都给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我 因为他很有经验 也都很熟悉不同的场地 地方 所以每次阿宝给完经验我 我自己都有机会 也都可以拿到一些好成绩 还有就是 阿宝他会给目标我 给目标我 给我听 其实Marco 你都可以这样去追 这样去做 包括自己有机会 赢世界冠军 其实也是阿宝当日 就订这个目标 给我 Marco 你都可以 所以就这样去做 这个就是当日 阿宝第一次 应该不单是在香港 是亚洲第一个 拿着 彩虹截衣的单车选手代表 影响得你很深 你是第二个 阿宝是2007年赢的 很深刻的 因为当日他赢 我们整班的队员 都在酒店房看着他比赛 很兴奋 自己其实 真的有定立了这个目标 都很想成为阿宝 赢得彩虹截衣 赢得世界冠军 起码就在自己的单车生涯里面有机会 所以当时阿宝 也有陀佛说 Marco你也可以 我记住这些说话 就要努力去做 你见到Marco拿的时候 是否比自己拿的事实分钟开心 因为其实我有时 其实都会觉得 我们的私底 或者香港的小朋友 有时可能信心不够 不是很够 还有可能追求的梦想 有时都会被一些框框 困住了 通常他们没有人做过 他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能 他经常都和我一起生活 或者训练 其实我想他心里便知道 其实阿宝也是这样 我又不介意他 其实我都可以赢阿宝 所以我记得 其实他们真的很多 都会有这样的能力 各方面 但就差了一个 可能他有时候做一个突破的位置 但我觉得通过这些 好像一个经验 原来我真的得过 我相信他们日后 陆陆续续 所有人都被这个气氛感染了 在现在香港单级队来说 其实他们不会说 希望拿世界冠军 再上一层楼 可能是希望拿奥运的冠军 我觉得是很好 因为我和Marco 我们这个年代 都叫做起码在我们的运动生涯当中 做了一些努力 等后面的不同的运动员 都叫做原来我们的师兄都可以 他们就有一个接线的机会 做了一些突破 的确清出于南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好像有些东西是可以传承到来 两位的师兄弟关系非常之好 不如也说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过往在香港的单车业 其实都可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觉得过去和现在的发展 有什么特别深刻或经历过呢 其实如果你说追索运动产业 和单车本身的运动发展 其实在人类来说 应该算是很早 运动的层面上 很早很早 因为单车亦有很多功能 交通工具 甚至乎早期 比如欧洲还发已经是一百多年 其实他们最早期 就是通过一些可能是广告 因为当时可能一百年前 不会有电视 就是要通过一些运动员 穿那些三三复复 放些牛奶的广告 牛油 大麦 面包铺 运动员穿着这些衣服 穿舟过散 其实这个就是 我想在运动里面 不要只是单车 其实就已经是衍生了一些 运动产业和商业的活动 而带领住 当然好像足球 单车或者这些项目 其实就很早进入 所以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 所以你说其实运动产业 是不是最近这几年 香港或者单车里面 其实很早已经有 例如单车本身也是一个工具 招贵品 甚至乎到现在 甚至乎有些车资品 因为有些单车 你要去组装一架 真的很贵 很漂亮 有些朋友甚至乎 用来做欣赏 放在家 会不同 当然层面是很阔很阔的 即是又硬件又软件 所以我自己觉得 正正现在香港 都进入一个另一个阶段 可能我爸爸妈妈的年代 可能都是 多数都是为了眼前的两餐 而去奔波 但可能到了我们这代 其实你说 可能基本的生活是解决了的 但更加希望有一些生活物质 精神上的支援 可能有时候做得辛苦 都应该放松一下 可能在子女的教育上 亦都通过一些 运动的层面 是一个教育 就不是当运动 让小朋友去 纯粹出身汗 其实运动也可以有另一个功能 单车只不过是不同的项目之中 的一种 可自己这样看 如果以运动员的心态 以前好像你们这样做运动员 完成了运动员的心态之后 可能很多时候 都会做一些教练 培训的工作 其实现在的选择是否多了很多 又或者不同的社会的机构 政府的支援 是否已经多了很多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有很深刻体会 因为以往的情况 我很多时候都是听师兄说 阿宝 或者以前的一些单车界的朋友 或者师兄说 以往的做运动员的支援 或者资源其实是很少的 包括是现役也好 退役了之后也好 听过很多以前的故事 就是如果你想做运动员 可能你自己就要在外面 找一个工作 甚至乎几个工作 去支撑你那个生计之余 支撑你那个训练的费用 或者是出国训练 或者是你买单车器赛 这个就是以往的情况 听很多是这样的 但是去到我那个年代 其实我感受到就是 包括是培训 或者是我读书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不同的支援 包括原来我要出去比赛 可能学校会支援的 可能我要准备去以前 我们考会考 那学校可以专门安排一些事段 给你再去和你补过 那个理念就是说 你可以相跪发展的 你又可以读书 又可以去追求你在运动上的成绩 去到整个运动生涯完了之后 其实也有不同的机构 包括我们以前在体育学院出来 或者是奥委会 他都有些部门是专门 帮退役运动员去筹备 你退役了之后 你想继续就业 应该是继续学业 还是你想去就业 他就会帮你找 适合的学校 课程 或者是商界找一些工作机会给你 这些都是我从以前听过的情况 再我自己实际的情况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甚至去到今天这一代 我听回或者我了解回 亦都知道资源再更加多去配合 其实整个运动员 或者你说运动的发展 其实是一个好事 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 去做运动员的时候 加上更加放心 或者大家对于运动员的身份 其实在整个社会的价值 是提高了很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整条运动员发展的路径 就是完成了运动员的生涯之后 除了可以说学业和就业之后 现在还可以创业 很多运动员都开始创业 像阿宝那样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真的非常要谈谈 你们的专业在单车行业里面 现在有新的事发展路向 阿宝一间单车行的老板 Marco很好 帮阿宝做很多课程的教育工作 培训我们下一代 从小开始就参与单车运动 我们这节先讲到这里 回来就讲讲你们的新生意 OK 继续回到你创业军事的时间了 阿宝其实你的转变都越来越 就是都在运动路途上发展 不过都继续变的 由运动员的身份 然后退役之后 就在奥委会工作了 到现在了 真的有自己的店铺创业做老板了 为什么会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老板的呢 这个思维上 其实我想随着年纪 或者自己有一些想法 有时候疑似的梦想 当然你刚刚说的 大概就是运动员 然后我做了教练 然后就在奥委会工作 做一些学校的计划 然后大的转变就是这里 接受了一间香港的老字号 同应单车店 其实本身这单车店 其实如果要接 可能是三十年前都可以接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那个创办人 欧阳良先生 其实他经常去买单车 他经常叫我 阿宝你做不做啊 如果你做我给你做吧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了辛苦 但他很想我做 但是那时候我做运动员 那时候我经常想他有一个寄托 我说你帮我继续 我等我退役之后我就做了 但是退役之后我又去做教练 然后又在奥委会工作 但是在奥委会工作 做了一段时间 五年都做了 觉得其实自己都挺喜欢单车 我觉得如果再不回去 或者是再去单车做一些事情 觉得好像缺了一点点 所以那时候觉得不如就用这个平台 去发展一下自己很多的想法 也都叫做希望提高到香港单车运动的文化 当然啦 老实说就是其实都是一个生意 基本就是当然要解决一些经营模式 但是我更加希望能够可以推动得多一点 其实一个良性竞争是好事 譬如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可能会有别的单车店也会跟着 最受惠其实就是香港的有单车外务者 譬如我推动多些文化 其他也都会推动 令到这个业界就会更加优质 或者更加好 或者是打单车的文化更加好 所以我就自己喜欢做这些 所以就在里面有很多元素 尤其是一些教学 有些不同的地方 是特意做一些分享的活动 当然啦 有单车不是只有一口穴或者很硬 我自己觉得就是 譬如咖啡 喝咖啡现在大家都很流行 而且如果你有一些单车 你一定都走不掉 你去到欧洲 起步之前 一定是在咖啡室旁边门口 所有运动员都充要喝咖啡机才比赛 这个也是 我觉得如果是 这个也是一个单车 类同的文化 但当然我最主要是 其实希望有这个平台 我就可以发展我自己 更加感兴趣 零售批发我们会照做 我的同事帮我手 但我更加希望我自己 可以着手多一些教学的元素 因为我自己 常常都这样想 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 香港的小朋友长大 都是基层的小朋友 我自己觉得运动 确实是帮到好像 我这些比较跳皮仔 可能是在学校 或者社会来说是能力比较弱的同学 我自己觉得通过运动 也都帮助了他们发展 我觉得也挺好 所以就希望多做这些事情 如果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你经营生意时有一个理念的大目标 是希望可以再推动 就是向我单车文化发展 而下去经营的方法就是有零售 另外就有一个剧笔 都是单车文化一部分 还有就有教学 教学方面就应该有专家帮忙 马哥是否现在都有帮忙 在培训方面做很多功夫 我和阿宝都有积极配合 刚才阿宝有提及创办人 欧阳先生一直传承 下来一个阿宝去接成的一个意义 我自己觉得 阿宝刚才提到一个 其实就是那个业字 它是一身的事业 可能我和阿宝 都是单车对我们的啟发 那个意义很大 就是透过阿宝现在的平台 如何可以将这个事业 转化成一个产业 或者是一个商业 但是那个事业就是 我自己如何可以由阿宝 一直传一些功力给我 我又可以传给下一代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 就是接地的工作 会到学校、不同的机构 和小朋友去做一些单车训练 尤其是我觉得单车安全很重要 因为单车最终都是要教识 小朋友大人也好 一个正确使用和安全踩单车的一些方法 比较一个自己有体会 其实去到去年 其实有个机会 带小朋友去外国比赛 所以自己好像又回到以前做运动员的年代 由我的教练去带我的比赛 但现在角色不同了 如何可以以身作德 就是用一个正确又可以引导到他 去拿好成绩的一个方法去培训他 那这些都是一个全成的其中一种 如何将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一些绝招可以介绍 可以教授到给下一代 所以这个时段都是在阿宝的平台 或者附近整个单车圈的产业里做这些工作 但是说到角色身份的不同 我觉得由运动员变成一个生意的老板 其实那个身份虽然同样都是关于单车业界 但只是那个体会 或者那个平时日常工作 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我自己也不会 因为我想最终我们本身都是以外单车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很大的 当然你说在数字去看的话 其实相信我们是比较保守一点 如果你说对一些可能是金钱 或者是一些定价上面的 或者叫做老炒林定价上面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正常我觉得已经很OK 我觉得始终利用比较正常的心态 去介绍一些产品也好 或者服务也好 我觉得心里也很舒服 虽然中间单车圈明白 可能会有一些利润在我们那里 但我觉得这些可能是 反过来我去买东西 也会觉得不要紧 这个真的是服务的钱 我觉得当然我们就要跳入这个感觉里面 我觉得正常是OK的 我想问一下两位 之前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 就说你们运动员的时候的关系 现在的关系又怎样去转化呢? 以前阿宝教你很多东西 一会反过来 你又更加给予多一些意见 在阿宝的业务上 关系转化成什么呢? 这个可能我也有一些经验 因为其实以往大家认识的Marco 就是单车运动员 但其实我都退役了一段时间 在这几年里面 其实自己都有一些在商界的行政管理工作 亦都有两次叫做创业的经验 所以跟阿宝合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带入一些新的idea 例如做一些Marketing的时候 会不会是用一些网上行销的方法 刚才我们提合到 自己觉得都是未来的大趋势 那会不会是有一些 譬如是透过阿宝现在做培训的时候 用一个电竞单车的方法 跟以往其实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以往未必有那些器材 未必有一个叫做软硬件的配合 可以做到一个室内的地方 都有很多小朋友一起踩 做训练也好 做比赛也好 甚至乎跨国也好 再配合一些网上的不同的平台 可以将一个体系 一个硬件的事情 放到无限大 这样去copy 这样做 硬件的器材上有很多研俊 和你所说现在很多都放到社交媒体 所以整个推广单车的文化 我觉得都跟以前很不同 但说到未来 两位会不会即将一些计划 都打算去发展 其实有很多的 尤其是我自己 如果是同意单车店 其实本身 在批发灵就业务 一直都有同事一路做 我觉得正常行 反而是一些教案模式 像Marco所说 很可能比较注重 希望是交通安全这方面 我自己就很希望能够 駕单车的乐趣 或者駕单车的快乐 而且我经常都会觉得 真的适合老中幼的 看看你怎样去把那件事 切入去检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小朋友 你说小到很小 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单车 帮助他的身体发展 只要身体 有些思维或是判断 可能就再大一点 可能就在一些教育上面 或者叫做培养他一些性格 个性 而去建立 可能到了青年 中学阶段 可能他们这些 亦都更加需要 帮助他建立一些 自信心 或者人心目标 而且如果他真的喜欢单车 可以帮助他 可以在他发挥到他 一些潜能 帮助他 现在你知道运动要很早 涉入点 因为训练更加专业 如果要早被发挥到 可能他的高度更加高 对于一些工作上的朋友 像大家 公余时间 平时工作很辛苦 周末都要找一些活动玩 无论你真的有多少 或者即使你开华人士 买单车回家 开心也很重要 这一方面就是这样 当然另外一些 我有时都会治疗 可能有些退休人士 他想很享受他的人生 有些单车是挺好的 有些单车来说 走路又太慢 开车人士太快 你踩着单车周围 就最开心 因为你踩着两个三个小时 你去到很多的地方 你的感觉是 你在几十年的工作里面是没有 过程很突然 又有些自己的挑战 所以我自己就希望 在这方面 方法不及一些 可能好像刚刚说的 单车旅游 本地也好 大家都不知道 原来香港有很多 很漂亮的单车机 可以做一些小的旅程 带别人去玩 我觉得 我就比较多 他喜欢做这些 Marco呢 我都认同阿宝说的 因为可能真的 运动员出身 你叫我坐定定 其实比较难 所以刚才阿宝说 一些单车的产业 其实都是很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说单车旅游 单车的教育 这些都是自己很有兴趣 都可以一起投身去做的 一些单车的产业 今天非常多谢Marco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以前做运动员生涯 以及现在做生意的认识 以及如何帮香港的单车的运动业 甚至我们说做一些 产业化的体育成事 推广香港都可以 今天多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有另外一个Facebook Page 记住给like及share给朋友 拜拜 再见